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ly巴拉托 跟大家講講2022年第36個星期股市的開放 反彈了不少 S&P500 4,067點 重上4,000點以上的水位 全星期升3.6% NASDAQ12112也上了4.1% 主要是之前市場因為聯儲局的加息 覺得它進一步收水的時候 令股市可能會下跌 有些悲觀的情緒 再不算是經濟可能會出現 所以它的可能性就更加高了 但這個星期其實在美國沒有太多數據 但是悲觀情緒似乎退卻了一點 所以反彈 尤其是星期四和星期五 TSX升2.6% 19,773點 為何反彈沒有那麼強勁呢? 因為央行宣佈加息 它亦都在油價方面進一步下沉 尤其是在星期初下跌得更加厲害 雖然之後有所收復 倫敦富士100指數7351點 回回1%左右 比較起其他股市來說不算是強勁 但對比起之前 它跌幅又沒有那麼厲害 日經平均指數28215點 上升2.1% 自己拿著的一些股票 例如 Fast Retail Unico Fast Retail Unico 或是Nintendo 都是在大尾上升 但整個星期 其實都不是特別帥 日本亦都開始 宣佈 重啟開放 未來也不用 呼籲旅遊公司各方面 去預約 有很多古靈精怪檢測 各方面 都好像解除了 但是 你預約 所有行程的時候 都要向旅遊局匯報 或是 有些日本通 或者是 很著緊回家鄉的朋友 可能你可以更正我的 但你經常都會轉 Anyway 希望你快點 開關的時候 大家就落閘放狗 衝進去 香港 E人讀潮稅 下跌0.5% 19362點 我自己覺得很奇怪 越來越近 我們偉大主席習大大 第三屆連任 中網所歸 人大通常都是99% 1、2個票 來反對 這次可能要全票通過 因為你真是想死 然後就能夠連任 究竟連任後 政治是怎樣呢 會不會是 那些不做事的官員 重新做回事呢 不得而知 很多人來講 究竟接下來的政治局常委 誰有得留下 誰真是拜拜 退休 然後就要 繼續聽這個偉大主席 那些思想的訓話 暫時來說 還是很多天花暖聚 各有各說的 我經常聽這個 老蕭 偉大的燈神 來講 他就說到 李克強一定在吃糞便了 但是 又有另一個說法 叫做 理想雜不樂 究竟誰才說 對呢 我們知道燈神永遠都是 他說到 保證 李克強一定衰硬的話 我相信他應該還是留下的 Anyway 不知道了 我經常覺得 燈神覺得 習大大就是 鎮魚泰山 乾剛獨斷 而且地位越來越上升 有核心 有領導 這個表面上的確是一個事實 但是 如果你真的鎮魚泰山 我經常問一件事 究竟為什麼你還要整色整衰 搞這麼多這些事 限制這個 限制那個 是他自己 幾草木戒兵 疑心生暗鬼 還是 權力不夠 要再多一點 再多一點 再多一點 多到一個地步 是爆滿了 滿捨 還是 另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其實他的權力 沒有想像中那麼強 裡面的內鬥 仍然是非常之厲害 我自己偏向 第三個 後者 誰知道 大家都是吃花生 如果你在管轄範圍之內 就不是吃花生 你就是養殘殘殘了 哪怕我的持平 我的說法 好持平也好 但怎樣也好 會不會 港股 完結後就更穩定 還是因為 他種種的一些經濟政策 方案 就更加 前途陰霾呢 越來越多人轉軌 其實就是 說到中國的前途 就越來越醜了 好搞笑 今早睡醒的時候 看蕭先生 說到幾年前 很多人覺得 中國是會超英趕美的 這個是他覺得的 西方主侯意見 從來都覺得 他應該 就算是成為 美國 第一哥的威脅 也好 其實大部分 很多人都不覺得 是會超過的 你的經濟增長 始終隨著經濟體系越來越大 你需要轉型的時候 你必須要轉型的時候 是會慢慢放緩的 這是不爭的事實 你不可能繼續維持高速的物質 Anyway 顯而異見 無論他的政策是怎樣 是一個民主國家還是極權國家都好 Anyway 債市方面 3個月的債息升14個basis point 2年升16個basis point 10年和30年都分別升12個basis point 加息的時候 會有所緩和都未頂 油價 輕微下跌1.3% 去到86.15美元 一筒 拜頭的時候曾經跌到 812元 以至到油股 亦是進一步下跌 雖然 去到4月4月5日又回落一點 之前有跟我分享過 兩個星期前 我會放感油股 因為所有的股票下跌 但是油股似乎是高期 甚至高而又高 所以 SUNCLE WALT DUTCH SHELL 我都會放感一點 尤其是short term portion 上個星期 我就說 我已經放了 但是 密切關注 因為 低了不少 已經跌了10% 那時候我就說 我會 買回一點 但是同一時間 如果再低一點 大家都可能 值得入 譬如SUNCLE 有45元 這個位置 跌到41-42元 的時候 我只是倒閉一點點 但是 居然 今個星期 曾經跌到 接近39元 那些水位 至少跌破40元 於是 我倒閉了 我之前sort term portion 你不能說是賺了 但是 之前那一陣 升了上去的時候 我就 真的沒有賺少 因為這個轉折的時候 股市相對來說 今年是低迷的時候 撿回一點點 都是開心的 或者一來一回 都算得很開心 Anyway 不知道你撿到一些 還是沒有撿到 但是都沒有所謂 隨便吧 純粹就是 reflect我 hold我自己 accountable 我類似某些的推薦 天然氣價格 又回了一點點 9.4% 沒有之前那麼緊張 金價輕微上升0.3% 不算是太大分別 食品價格方面 股市場上升4.4% 股市場上升4.4% 股市場上升6.8% 只是大豆 輕微下跌2.4% 這些都不算是太大分別 至於匯率方面 家園 强了一點點 美元對家園 輕微下跌0.8% 這個歐羅 亦都輕微下跌0.9% 日圓繼續上升 應該是美元對日圓繼續上升 日幣繼續下跌 美元就強1.7% 對比起日圓 家園可能因為加息 強一點點 歐洲那方面 央行也都宣佈加息 比起之前 勾行的加息 現在開始下重一點點 所以可能因為這個時候 强勁一點點 都未頂 今個禮拜除了 入少少油股之外 亦都因為 因為股神巴菲特的股票 進一步下跌 曾經跌破280元的B股 所以我自己都是兜了一點 在278左右 不算是最低位罵底 但都兜了一點 幾個原因 因為股神巴菲特 二來 他自己的公司裏面 其實是持有很多 能源系 或者 公用股系的股票 在過去的時候 這些公用股票 其實是升了不少的 但是 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市匯 公用股其實是沒什麼跌過的 沒什麼跌過的 但是股神的股票 只要持有這麼多公用股票 居然跌了 是不是 真的有一個好處 再加上 比如他 拿了Apple 很多的股票 有Amex 這些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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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沒什麼跌的 過去這陣子 Amex 跌了一點點 但Apple 沒什麼跌 反而是升的 烏臣也拿著 當然也要拿一點點 還有 之前他推出了第二季業績 強差人意 但我之前也解釋過 因為很多時候 unrealized gain Full P&A 都要反映出來的 但是如果股市升上去的時候 他又會來反彈 變相來講 其實影響業績 但實際上 你又不可以 影響他的基礎 的 所以這個又是另一個好處 最後一個好處 就是 加息 加那麼多息的時候 他的保險公司 其實是會相對地受惠的 雖然他 主要來講 是做P&C P&C 對於 Interest Rate Impact 就沒有Live Insurance 那麼強 因為他 他通常來說是短債多一點 長債沒有那麼強 理論上是沒有那麼強 但怎麼算也好 都應該會 來受惠 種種的原因 都值得我來 增持 巴菲特 巴菌 巴菲特 巴菲特 的股票 當然當然 有些 評論家 譬責評 我自己不認識他 to be fair 如果他不說的話 我自己也不知道 沽漏寡問 我差了 Anyway 他是一個中國的經濟學家 之前可能有評估 什麼什麼 或者是投資什麼什麼 都賺我錢 他評論巴菲特 最近 最近 不停在沽 比亞迪 你老了 吃屎啦 他沒有說 那麼不客氣 他說巴菲特是一個很尊敬的 一口砂糖 但是他老了 身輕能靈 他認識鬼嗎 還有很多空間 增長 他之前都坐過Tesla 那 To be fair 巴菲特當然是老了 大家都知道 相對於我們來說 相對於剛剛過世的英女王 他是很年輕的 很年輕 Anyway Tesla 他也確實過了 但是 用巴菲特的投資 角度 是Guaranty一定會錯過Tesla 而且Guaranty 其實 由此之中 這個價值投資 他不會投資一些 賺不到錢的公司 或者在賬面上 即使的Growth 很厲害 但是 在bottom line 可能還是 乏善可塵的公司 現在這幾年可能改善了 但是同一時間 他 賺錢能力 相對於他的股價來說 仍然 太過弱雞 公司 在價值投資的眼中 是不會投資的 所以 他不只是錯過Tesla 是 一大撐這類型的公司 他都會錯過 另外同一時間 他追不上 什麼分身能源的科技 這個一直都追不上 甚至 巴菲特自己 每年的年報 幾乎都會說 他都不在乎 要追上潮流 他最關心的是 找到一些優質的公司 然後長期持有 甚至完全收購了 令到他成為 Operation 的一部分 所以 他 和老不老 追不追上科技潮流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這個其實 在市場上 有不少的KOL 包括老蕭 都是 他經常都會覺得 未來投資的方向 一定要是半導體 有半導體 就有天下 這個不謀而合 和我們偉大的主席 很厲害 所以 如果 要投資賺錢 最重要是 了解這個行業 我到現在為止 都不是很了解 這個行業 但不對 賺不到錢 投資股票的世界 和你了解最尖端的科技 是兩回事 最重要的原因是 這些最尖端的科技 一來競爭大 二來你是投放 好多好多的資源 好多好多的資金錢 下去 不代表你可以收回所有東西 例如 例如 英特爾 他也是投資很多 尖端科技 做好多的晶片 出來 但是 過去幾年 業績 為何會強差人 而不是代表他 扔不了錢 不是代表他不夠尖端 而是他不夠人 佔斷 而他一直以來都很難突破平頸 這是他的困難 你永遠都知道 你也可以說英特爾 過時 大而不倒傘 總之我想說的 你不需要走到世界最前的科技領域 但是 你投資一些很傳統 很古代的公司 但是那間公司本身有賺錢能力 他的margin很大 而且 他不需要投放那麼多 不代表他不投放 不代表他不努力 不代表他沒有創意 純粹就是 你不會看到他的時候 你不需要的 都可以 都可以 令到你有一個穩健的回報 在當中 問題就是 你信不信扯 有很多時候 你覺得 看見公司 不開胃 但實際上 其實 他是可以 很穩健 這樣 是很不同的 再加上 巴菲特 我不相信 他是嘗試去 短期裡面 賺到幾十倍 不是那種投資 純粹就是 整個投資 整個公司 可以穩健地成長 這個也是 很多人 不同人 找到不同的東西 還有 最後一件 更重要的 就是 他是 十幾年前 已經投資 比亞迪 當時 10元 那些位置 無論你怎樣分拆 現在200多元 超過 差十幾倍 你想怎樣 沽貨 那叫out day 過時 那叫stupid 神經病 你還有多少水位上 在這個 電動車 成本又開始 高企 不單止 整個電池 整個電動車 整個電動車的成本 高企 而且 行業 越來越多的競爭 甚至 特斯拉 是否真的可以維持 專美的能力 都是 有個 question mark 再不要計 再不要計 這樣就是 汽車銷售上 隨著電力價格 又是不斷上升 而電力的能源又緊張 尤其是在中國 歐洲 這些地方 很多個國家 譬如挪威 做電動車 很成功 上年來講 有六七成的銷售 都是電動車 他都要開始 去想 補貼會不會 過分地多 是否需要減 而過去幾年 是開始慢慢減 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經濟衰退 在這個情況 賣有什麼問題 再加上你賣了的時候 又可以撿平貨 Why not Anyway 所以我撿了一些 巴菲特 跟這個 任澤平說的 說法 未必完全一樣 因為他是評論 巴菲特的某個決定 而我是投資 巴菲特的股票 不是完全一樣 Anyway 你可以說是像一個 Kind of 相反的說法 今天講到這裏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 帶頭盔講句 股票有低有跌 尤其是今年 比較低微一點 所以 自己投資自己研究 自己買自己負責任 非常之重要 我講的東西 僅供參考 我自己個人的一個意見 和操作 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